大家好 今天在全力看见一个小视频 是一个朋友发的他们的加工的磨架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的 这个是磨架的标准道路 对吧 说实话我不太能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道路吧 对吧 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移动的慢 我就不谈了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为什么会 整个去进行成切圈呢 而且还有朋友说 这个是磨架的标准道路 说实话呀 我没有进过那些像龙季一样的 那些大的标准的磨架厂 我确实没有去做过 但是呢 这个道路呢 我就没办法理解 我们公司呢 以正常来说是不怎么做磨架的 除非是那种特别闲 是吧 这个订单不足的情况下 偶尔会做个几套 但是呢 我们一般的做磨架 我们也顺息是吧 但是呢 我们是怎么做呢 是这个比如说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讯息 像这个区域分开出讯息 不会出现说的整个区域一起讯息的情况 但是既然说有朋友说 它是这个标准道路呢 我确实呢不能太理解 正常的你讯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这个现场好家刀补是吧 这个可以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能理解的就是什么呢 你每个区域单独的去走讯息 懂我意思吧 这个让我想起来的也是好几天前了 也是一个朋友在群里发了一个磨架的道路 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个比如说大的这个模具 比较大的模具 它这个磨框里面像这个磨框是吧 里面呢它都有一个基本上比如说 这个是鸡菌角对吧 这个是鸡菌角鸡菌角在这里对吧 然后呢这个两边它都有什么像这个槽 这边都有这个槽 这个是什么槽呢 是挤井块槽挤井井块 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这个磨棱 往我们的这个鸡菌角的这个方向去挤 把它挤井了贴死是吧 当时呢它也是走的这个 走一刀跳一刀 然后就这么一个训细的道路 我说这个走训细这个极井块槽啊 基本上没什么要求啊 我们都是直接来回呢 大布置然后速度比较快的这种 把它直接干出来啊 金光金光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也是有一位朋友啊 他说啊这样是不行的啊 这个极井块槽呢 他们是要配尺圈的 我当时想了一下这个还要配尺圈吗 因为啊我们这边的做法是什么呢 可能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边不专业啊 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磨架厂 是因什么原因呢 我们这个极井块啊 不是这个槽啊 是极井块 我们都是留0.1到0.15的这个余量啊 让前空自己去研磨一下 懂我意思吧 比如说啊你放了的时候呢 有点什么放不下去是吧 自己去磨墙磨一下啊大概很快 基本上呢磨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懂我意思吧 他说要配尺圈 我也不太能理解 这个极井块槽 真的有尺圈吗 因为啊这个极井块啊 我们正常来说啊 这个两个边啊 它是必空的是吧 这个不用说吧 这个这个斜面呢 它里面是一个斜面的吧 是干嘛 是配合我们的这个极井块 然后呢把这个磨冷啊往这边挤的 对吧 这个看视频的朋友啊 有没有专业做这个磨架的 是吧 能不能在评论处啊 可以说一下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我们这个做法呢 一直是错的 对吧 毕竟呢说实话我们 我呀包括我 也不是对这个磨架这一块 也不是很专业啊 我们呢也是根据这个常规的理解去做它 是吧 根据这个模具结构啊 对吧 这里有没有要求啊该怎么做 我有没有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